把红枣倒入拱汤的开水中 出锅瞬间变美食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做法 正是高手在民间 今天呢就把这个美食分享给大家 前面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些红枣 铁锅里面我们加入凉水 开火 把加入到锅中的凉水我们给它煮开 把红枣倒入拱汤的开水中 给它煮十分钟 煮好的红枣我们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放到一个盆子中 然后再加入凉水给它过下凉 红枣变凉以后我们取出 然后用剪刀把它们剪开 把里面的枣糊给它取出来 丢弃即可 全部去完糊的红枣 我们把它放入到破壁机中 然后破壁机里面我们再加入些红糖 破壁机里面再加入少许的玉米面粉 里面再加入少许的清水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果树键 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我们倒入到一个碗中 然后碗里面再加入三克的酵母粉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把它放到一旁 让它醒发至两倍大 蒸锅里面我们加入凉水 把水我们给它烧开 水烧开以后放入容器 引发至两倍大以后我们把它上锅蒸一下 在锅里面给它蒸制20分钟 时间到我们给它关火 打开锅盖 把它取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取出来 这样咱们的美食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美食特别的好吃 皮面包还香 做法也超级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 在家给家人做多事吧 麻烦与您发财销售 在这里帮忙给它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